氣候暖化正影響全球人類的生存 怎樣負擔起應有的環保責任 是每個國家都應該思考的問題 作為全球目前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 中國有責任盡快進行綠色轉型 大幅降低碳排放量 針對這件事 中央近日印發文件 詳細設計中國減排減碳的路線圖 包括要在未來五年之內 降低化石能源使用比重到八成 並且提升森林覆蓋率及儲蓄量 到2030年 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高峰 同時非發石能源消費比重上升到25%左右 到2060年 中國要實現承諾的碳中和目標 全面建立綠色低碳發展的經濟體系 以及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 通過直樹造林 節能減排等形式 抵消自身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實現二氧化碳零排放 最重要的是 全國非發石能源消費比重要達到80%以上 要在短短40年之內達成碳中和 對於營繫度加速發展的中國來說並不容易 怎樣開發並且廣泛利用清潔能源 深度調整產業結構 規限高耗能、高排放項目的發展 以上這些措施 相信會是中國實現減排目標 應對全球氣候危機的關鍵